請問另一位嘉賓 支持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大聯盟召集人 澤先生 是 哈囉 立即出來了 是否見到太多反對聲音 所以故意成立這個聯盟呢 主要不是說反不反對的聲音 主要是我們組織這個 全香港某部分的愛好團體 是 什麼愛好 收藏和藝術品 這幫愛好者 一起組織了一個大聯盟 是 支持這個故宮來香港展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也都是很 對於香港市民來講 是一件好事 推廣文化 是 長期有一個故宮的展 是冒昧以求的事 還有這件事就不是說 我們是這幾天成立 為了這件故宮的事 其實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我們都希望能夠做到一個 有國家級的一個博物館在香港 是 是 有一個代表性 是 現在香港是 有這些藝術的藏品 在那裏 但是 可能是 代表不到 反修修 那樣 是 如果能夠故宮 能夠來到 是 是 是 所以我們可以 代表一些團體來到 一些聲音 是 是 其實我想選址 也是其中一個爭議之一 是 我想我們都做藝術界 就是藝術品 我們做拍賣 我們都見到香港很多人 很多人很想有這個 但問題是 為何要放在西舊呢 其實是否可以 是呀 都講過其他地方 我覺得剛才 前一階段我講了 剛剛有一個這樣的機遇 就是有一塊地 有一塊地 那塊地 原本想起的東西 現在有其他的替代 這個是第一個 是 第二個 就算有一塊地 沒有錢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 其實西九 最主要的理念 就是把一些藝術設施 包括視角藝術和表演藝術 集中放在一起 一個所謂群聚效應 是呀 是所謂國際一流 老老實實 之前有很多人說 在西九 最初建議是有四個博物館 包括電影博物館 設計博物館 水物館 以及現在的當代博物館 講完一大輪之後 搞不定 地有那麼多 錢有那麼多 搞出一個所謂M Plus M就代表博物館 M加 M加 將這幾個博物館 收在一起 但其實都沒有一個所謂傳統文化 西九 你怎樣可以做到融匯中西呢 正正現在其實 如果你說故宮博物館 大家不要以為它只是傳統的東西 其實它古今中外 它都收藏得很好 因為當時來說 它是我們一個皇家的儲藏 包括很多外國送來的國寶級文物 藝術品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館藏 西九既然有地 又沒有錢 現在有現成的一個地方 也有一個慈善機構 慈善團體願意捐這筆錢 是幾件事同時解決的 馬逢國 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 在一個這麼小階級的博物館的問題 就是現在 因為當時都經過幾輪諮詢 陳童莊 現在沒有了表演場地 馬逢國 作為西九董事局的主席 應該都很明白 其實除了你們在九月 在你表決的特別會議 之前兩個月 剔除了一個大型表演場地的地方之外 其實你們剔除了另外一件事 那個就是中型劇場二 現在就是和當代表演場館 對調了在戲曲中心 一個幾個位置 其實那裡已經被剔除了 聲稱將那些 本來是放在中型表演場地二的 那些表演場地 就放進去Lyric Theatre 就是另外一個地方 其實那裡也騰空了一個地方 不過我的理解就是 我看到就好像很趕 不知為何這麼趕 2017年要起 除非現在整塊 但是西九 因為我最近去參觀過 唯一一塊地 是現在可以立即使用的 就可以說是 你踢走了一個大型表演場地 就可以用那裡 而那裡 本來叫做二號的中型劇場 那裡還有一片爛地 那我不知為何時限這麼趕 而且剛才我們講過 我們回歸25周 這是你說的 我沒有說的 這是你說的 但是另外一件事 只是你說你說的 譬如說 我只是說時間 這麼巧 我沒有說特意離開 其實整件事 我真的很獨立地去看 很老實說 另外你也看到 譬如說 沙田是否可以用呢 其實都是經過公眾諮詢 然後去區議會 其實都是做一輪的公眾諮詢 我又不是很明白 即是為什麼 既然大家 無論是司長 董事局 都覺得是好事 大家反而不會做一個公眾諮詢 其實公眾諮詢 大家要明白 其實都是教育公眾 其實這一件事 可以是一件好事 稍稍反對的意見 其實你應該說服它 而我覺得香港這麼多年 應該那個文化 即是明白公眾諮詢 其實不是一個 洪水猛獸 當然一定有反對 但也有很多支持 因為之前那個表演場地 都是經過幾輪詢 現在又剔除了 然後變成了一個靜態的 故公博物館 但是也沒有再去兼顧詢 你問我自己提 我上來 有沒有補償 馬鳳哥 往往都要求很多東西補物 你問我 我也覺得很有問題 因為我又叫業界代表 有時都要跟業界交代 但是每次補物 我又不能說 所以有時夾在中間 但是我覺得 剛才我也說過 今次我是理解的 但是如果你說其他 往後後續 是不是應該是 有一個好的諮詢 我完全贊成 也都會催促 董事局一定要做 但是在這一次 他去作這個決定的時候 因為你怕其他省份爭 不去進行諮詢 我是理解 我之前說我理解 我不是完全認同 但是為什麼要理解 就是 如果香港出現一些爭議 或者不同的聲音的時候 上海也好 廣州也好 深圳也好 不如讓我們搞 他們都沒有共識 都不一定要 為什麼不給我 中央政府就很為難 另外還有很多省級 成都要發展 都是希望文化大省 山東也是 每個都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這樣就輪盡了 那怎麼辦 如果你問我 這是解答了那個問題 分開一點 有所謂 我問了另外一個嘉賓 建築策良都市 先說得好 規劃及環境界別的選委 問陳元敬 你也參與過西舊設計規劃 起庫工放下去沒有問題 布局有什麼改變 有什麼問題 我參與的時候是比較早期 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大型的公眾諮詢 有幾次 其中牽涉過 有幾個設計團隊 做了整個規劃及佈局 最後就選了那個 叫城市中敵公園那個 即Foster & Partner那個 其實它每一個部分 都是一個整體這樣考慮的 就不是獨立考慮的 我記得當時最觸目 就是那個大型展覽場地 那個叫做Mega Performance Value 剛剛在那個西九最西邊 那邊 那邊 因為其實主要的那個 就是整個西邊 就是在東邊 因為柯士天站那些在東邊 意識到西邊其實是比較難去的 因為整個西邊是長來來的 所以就一定要有些大型的東西 以及要很活潑的東西 去吸引那些人過去 而當中也都有提過的 它另一個功能 就是有足夠 即吸引足夠的人流 去支持那些這樣的 即餐飲 零售 商業部分 所以整個計劃那些 這樣的樓面面積 怎樣分佈 是有個整體考慮在那裡 而我們當時的設計團隊 都是根據那些的考慮 而去做個方案 當中也都牽涉了公眾參與等等 所以我想改變 就是當然你可以說 現在時間不同了 就是我們又有新的發展 是的 但是都在這個前設之下 都應該要做一些的研究 和諮詢工作 是 但是司長都說過 其實那個用地都不變的 都是做這些文化藝術的活動 其實都沒有什麼改變 不需要再說什麼諮詢 做過什麼研究 其實是一樣的 是嗎 如果特別是說我們做的那部分 就是圓景設計那部分 有一個叫視覺影響評估的 剛才說的那些就是 那個場館的吸引力 原本是萬五人的場館 那個是 而且講得明白的 那個場館的用途 是做一些叫做流行音樂的表現 一個大型的流行音樂 萬五人的表現場地 跟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 我相信那個形式是會很不同的 即發生的事情會很不同 即是說附近的整個設計 也都會有不同 即照計是不同的 當時我們想過 比如說公園設計 或者附近的酒店項目 外面那些廣場 你想想一個萬五人的表現場地 跟著那些人一出現出來 那要很多很空的地方 就是plaza 那些plaza是設計在這裡的 那你說我整體那個 就是那個叫做松寧 那個land use mobile 高度的各樣 是符合原本那個 即那張大光跨額圖 那是否代表所有東西都是可行 那是未必的 因為之前出那張跨額圖之前 是有大量工作做了 才出那個 所以整件事如果有改變的話 其實就是重新研究 那有沒有需要重新研究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有凍變症 就是 剛才說了 要決策 爭取這個管理的過程 很難諮詢 包括你問我 我都覺得我只能接受 但是就是 是否最理想 不是最理想 但是做了這件事之後 往後怎樣去配合 需要考慮原來所有的 假設 那些因素 就是那些 這些要諮詢 這些是一定要做 那是否說我拿回原來那套 或者之前已經諮詢過 拿到的一些資料 數據 就可以做呢 還是需要重新諮詢呢 那我作為董事局 一定會認真去看這些問題 在需要的時候 一定會重啟諮詢 或者在需要的部分 去開始這個諮詢 一定要 一定要 給大家可以有個參與 我都同意這件事是要做的 通常做諮詢 你們當然有個規範 你以為資訊 你要帶著別人去 我想這個 有一個大家都要考慮的 就是 剛才我不知道哪位朋友說過 就是那個時間性的問題 如果中央政府作為一個大禮 就是優先 或者甚至是唯一 是給香港 作為一個 譬如說 20周年的禮物 或者25周年的禮物 我不知道 我沒有參與其中 如果是的話 你就有一個時限在那裡 那個時限 如果你看回 你說 如果從頭來 逐個階段 去跟回以前的走法 我們對不起 十幾年 搞不定 到現在 我們第一個設施都未建好 這個又有一個因素 我覺得 如果你說 所謂董事局來說 一定是考慮了 浩周全這些問題 時間 需要 改變了的因素 一起去綜合考慮 去做 但是 這麼好的事情 現在搞到這麼大反 有反對 其實 就是阿澤先生 是不是 走回程序 其實應該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麼好的事情 剛剛才 我們最關心就是 故宮的藏品 來到香港 怎樣去發揚光大 怎樣令到市民 能夠從藝術裏面 藝術品裏面 學到更多的文化後面的背景 歷史等等 就是不一定要在西九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集中在西九 是一件好事 如果是去其他地方 去哪個地方 是不是才現成有一個場地 是 剛才之前 譬如我們也有嘉賓都說過 之前應該是做一個戶外 萬多人的表演場地 一些比較動態 連繫其他零售 餐飲等等 突然之間做一個這麼靜態的藝術 好像整個佈局 都已經全部不同了 這個佈局要問設計師 馬先生 我覺得最有趣 我也很奇怪 馬議員會覺得 因為一個故宮博物館 座落後 其他東西要重新再佈局 可想然之 這個座落 我沒有說要重新佈局 你起碼說要做諮詢 大家慢慢談 如果你是覺得這個這麼牽連大 為什麼不及早做諮詢 要決定了之後才所謂的諮詢 你不要告訴我 你到今天都不明白 什麼是諮詢 如果你決定做諮詢 那些真是假諮詢 還有這些是常識 我覺得作為議員 我也很不明白 這是第一 第二 剛才提到帶動人流 我去外國 要是去市場 要是去博物館 其實博物館帶動人流 很多時候都是早上早的 很少你晚上真的可以去博物館 但不要忘記 現在說的大型表演場地 尤其是說流行文化 帶動的人流 就是晚上 起碼由早到晚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人流 去到那裡 因為早上有它的吸引力 除了夜景之外 如果那裡是做博物館 或者就算是做展覽中心 那裡晚上是會靜陰陰的 所以大家要想一下 如果我們是要有 那個營運 以後的營運是怎樣 因為那個營運正正就是 本來西九希望可以做到的 自負營規 那很重要的部分 當然我們明白 我去到博物館參觀後 我都會在店裡購物 我都會在店裡購物 那裡都會帶動到的 你又要在那裡吃 無論是羅浮宮 還是在哪裡 但同一個時候 大家想一下 如果去到晚上 那到底本來有的餐飲業 誰去呢 整個佈局是有關聯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不能夠 我都說了 香港有國際級的展品來到 我去排隊 我都是很高興去看 但是如果你要在西九 本身是否一個適合的地方 第二 是否應該要做公眾諮詢 以及如果西九是合適的話 其實它會不會配合其他地方 令到佈局更加合適呢 例如是否貼著戲曲中心 或者在它附近一帶 更加接近交通的接駁點 可能會令到整件事更方便到市民 拖男帶女去參觀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每一個設計師 或規劃 可能都需要大家去考慮 他的地上 我們去別七下 到底哪哪 還敢吧 就是